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好识 克里斯丁斯托尔特最近很活跃呀 我对这位脸蛋妹妹其实还算比较有好感 毕竟颜值给她搁着呢嘛 但是最近她接连出了几部烂天 我就不得不来说道说道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令我产生了许多疑问的电影 深海益寿 我会在接下来讲解的时候提出我的各种疑问 希望评论期的大神帮忙给解答一下 话说在不久的未来 人类已经征服了地球最深的海底 马里亚那海沟 并在那儿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钻井开采基地 女主角小诺就是深海基地的一枚工程师 这一天她正在卫生间洗漱呢 忽然基地颤动了一下 来到门口发现竟然天花板有漏水 我的天这还得了 深海一万米啊 刹那间整个场景被强大的水压轰然挤爆 小诺赶紧一边跑一边去敲大家的宿舍门 快起来 别睡了 要死了 然而只有一个动作敏捷的黑人小哥哥和他一起逃进了控制室 整个宿舍区都被挤碎了 紧接着控制室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二人像是挨了一发阿杜根一样被积翻在地 过了一会儿小诺苏醒过来 怎么有一个这么平整的飞机场乱入 我甚至都怀疑我是不是搞错了小诺到底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啊 两人对外呼救 不过肯定不会有人应答了 于是只好往救生参赶 沿途他们还捡到了一个幸存者保罗 连保罗都说哎呀好平妹妹见到你真开心 继续前进由于通道都被挤扁了 他们只能匍匐前进 在通道里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尸体 小诺说他叫麦凯伦 我其实这名字真值钱 爬过通道就来到了逃生舱区域 看见队长也在 但是逃生舱已经不在了 因为队长之前安排其他幸存者逃了出去 已经把逃生舱给用了 小诺又来到了另外一间控制室 这里还有一男一女俩生还者 男的叫乐天哥 女的叫胆小妹 也就是说现在总共有六个人 大家开会商量对策 基地的热核心会在半小时后爆炸 所以大家必须离开这里 队长决定去另外一个基站 用那边的逃生舱逃走 小诺当时就笑了 那可是距离在1.6公里之外啊 咋过去啊 队长说腿的走 然后大家来到存放深海潜水服的房间 这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太空服 但它的科技含料要比太空服高多了 因为要扛超级高压 相当于你肩负了30万个人的重量 简单来讲 以现在人类的科技根本造不出来 不过电影说造出来了 那咱就按照这个设定来吧 黑人小哥哥把一顶没问题的头盔给了小诺 而有问题的头盔则留给了自己 要知道这俩人可是刚认手 大家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就这交情都开始过命了 然后小诺给胆小妹说 你得把衣服脱了 否则你塞不进去 不是人家那块头那么大的 大老爷们都塞进去了 这么鲜瘦的女人还得把衣服脱掉 想没什么就直说呗 我们观众又不会不乐意 穿好装备大家乘升降机往下降 到了位置准备开门的时候 黑人小哥哥的头盔就已经开裂了 然后他就原地自爆了 大家来不及为他悲伤 又来到了一个无压的升降机房继续下降 途中收到了一个求救信号 保罗和乐天哥作为男性 那出去探索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们二人身上 谁叫男人天生开启的就是哈儿的模式呢 有生还的机会通常就是女士尤闲 危险的事情那就不适应于这句话 出去探索看见了一具尸体 只见一种奇怪的生物附着在尸体上 这时生物突然向乐天哥的面门扑来 还好保罗掩齐手快拿枪将之干掉 二人把这东西带了回去 等等 那刚才的求救信号是咋回事啊 难道这怪物还掌握了高精尖科技 会发出人类的虚拟信号 胆小妹的专业是生物学家 但她也不知道这生物到底是啥 紧接着众人就受到了不明生物的攻击 大家猜测也许他们打死的是人家的宝宝 现在怪物的父母过来报仇了 说话间核心爆炸 大家只好打开舱门逃了出去 还好这里已经离海底没多高了 一路狂奔 众人来到中途战基地 可乐天哥的氧气过滤装置坏了 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再有潜水的环节 那他的呼吸将会是个问题 往前走没多远 中途战基地就被水给淹了 大家只能一个一个的潜过去这一家 前面潜过去的四个人都没问题 最后过来的是保罗 但他马上就被怪物给扯住了 那怪物的力量奇大无比 硬生生把保罗给扯成了两家 不过我想问一下 这建筑物里面是如何进来怪物的呢 你也许想说因为建筑破损 怪物顺着破开的地方进来的 可是如果这种密闭空间敢有破损的话 那就应该像电影开头演的宿舍区那样 直接整个区域就白白了 镜头一切众人来到中途战的控制室 嚼的妈逮 刚才明明不是有怪物吗 那怎么这伙人就能这么顺利的离开 有怪物的场景呢 难道怪物就只跟保罗有仇 好吧反正之前确实是保罗开枪打死了宝宝怪 但是既然保罗都已经死了 那为毛乐天哥不回收 利用一下人家的氧气过滤装置呢 大家离开中途战基地在海底徒步行走 没过多大一会儿 怪物便出现掳走了乐天哥 队长曾经一个小洞找到了他 并且乐天哥还活着 看来怪物只是把人掳走了一下 并没有对其下手 但紧接着怪物又把队长给掳走了 而队长和小诺连着绳索 所以小诺也一起被带走了 两人在医术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怪物 一阵刺打后 怪物赤藤带着队长和小诺一路向上游去 这时潜水服提示压力快速下降 如果降低上升速度 潜水服便会爆开 那我就又有疑问了 这帮人可以从海底那么大的压强 直接进入到无压的基地 难道这个压力降低的速度 不比你只是被怪物带着往上游 快的多的多呀 那怎么这样就会爆炸 而那样就不会爆炸呢 难道这潜水服也跟人学会玩双标了 然后队长就被这个双标狗潜水服给弄爆炸了 小诺则摔回了海底 胆小妹和乐天哥也不知去向 小诺来到已经废弃多年的老基地 在里面洗了个澡 又发了求救信号寻找胆小妹 这基地不是个废弃基地吗 又有淡水又有电力 关键是还有电台系统和潜水装备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废弃这个词产生了误解 反正我要是丢弃什么老家具的话 我通常会把里面有价值的东西拿走 一个宇航服少说造价还上千万 NASA至今用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宇航服 这好好的深浅服说不要都不要了 于是小诺穿上人家不要的老深浅服出门 继续往目的地走 走着走着竟然又碰见了胆小妹 她正在拖着乐天哥艰难的负重前行 小诺叫了半天胆小妹的名字 可似乎胆小妹通信系统出了问题 听不到小诺在叫她 于是小诺从人家背后出现 还吓了胆小妹一跳 然后胆小妹的通信系统又莫名其妙的恢复了 俩人又能交流了 算了我也不问是为啥了 问题太多我怕挨打 俩人一起拖着昏迷的乐天哥往目的地走 来到基地门口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大量之前碰见的怪物 不过还好他们貌似都在睡觉 二拖一只得小心翼翼的往前挪 这时胆小妹的潜水服发出警报提示氧气不足 小诺让她拉着乐天哥先走 紧接着有一只怪物醒来就开始啪啪的摔小诺 你看这老潜水服的质量 比新款牛逼多了 为什么要淘汰老款呢 小诺被怪物吞进肚子里 然后她又开枪将是打穿又从怪物的肚子里爬了出来 可这一下又惊醒了更多的怪物 本来小诺是死定了 不过这些怪物其实是盘踞在一个超大怪物的触手上 超大怪一抬手就把小怪给带走了 然后她只是用触手敲击了一下地面所发出的冲击波 就把小诺给打晕了 不过主角哪能这么容易嗝屁呢 咱小妹从基地出来又把小诺给救了 然后在基地里二女架着一男找逃生仓 克里斯汀全程穿三点式出镜 让我瞬间觉得直回票价 虽然没什么料但毕竟是克里斯汀了 大家找到三艘逃生仓 不过其中一艘已经损坏无法使用 于是小诺就把生还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不过我看这逃生仓空间还可以啊 俩女的也比较瘦挤挤的话 应该还是能挤进去了吧 都这会儿呢还讲究什么舒适不舒适吗 我们这儿一个小电动车还能带好几个人呢 印度当然能带更多了 不过那个需要技术含量就算了 反正小诺为了让胆小妹舒适一点 就没跟她挤同一个逃生仓 俩仓快速向上飘去 巨怪则放出许多小怪去追逃生仓 这些小怪快速向上游都没事吗 如果他们能顶住压力骤然降低 那卫毛以前都不知道上来前海去瞅瞅呢 这里食物不是更充沛吗 小诺一看是这情况反正自己也活不了了 于是便启动了基地自爆装置 跟所有的怪物同归于尽 OK电影至此结束 好是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卫毛所有的基地都有自毁装置啊 牵扯到高度机密的机构也就算了 这也就是一个有景而已 至于还添加个自毁装置吗